欢迎收听贾字迷游牧生活 我是Jasmine 今天我们节目上很高兴 可以邀请到来自埃及的朋友 是的没有错 现在我仍旧在埃及的开罗 然后非常非常幸运的 竟然在咖啡店 被遇到也会讲中文的埃及人 然后后来呢 就是一连串的 非常非常非常幸运 就是他们就非常热情的招待我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金字塔玩 对所以就认识了应悦 那现在可以先请应悦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应悦 英文名字是Vita 是开罗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比语生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汉语老师 是中学的一个的一名 汉语老师 很高兴见到Jasmine和你们 哇超酷的 我的天哪 埃及有多少人会讲中文 然后你更是抽着一口很标准的中文 谢谢 对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然后我很好奇的是 开罗我们这样讲好范围再放大一点 埃及有很多大学都有中文系吗 其实有听多可能是十八所大学左右 有十八所都是中文系 那你们系上一年 每年会有多少人毕业于中文系 大概是两百吧 两百人 那蛮多的耶 是的越来越多 对 每年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会继续做像你一样 继续做中文相关的工作吗 是的 大部分是会做翻译的怎么样 就是这些 所以像是翻译的工作 或者是继续教学的工作 是的 还有什么 比如说领队导游吗 中文的领队导游 可以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热门的科系吗 是的 那你当初会选择 把中文当成你的专业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中文就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 而且我特别喜欢难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喜欢突破自己挑战自己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中文就是最值得学习的一门语言 对 哇 所以你是为了要挑战 是 然后呢 开始学习中文的 我自己已经教书教了四年有了 所以我知道在从零到这么像你这么流利的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我大部分的学生不管是初级或者是高级 他们共同的一个最难的点 就是声调 因为大部分在西方的语言或者是阿拉伯语 英文西班牙文 没有一个语言是需要声调的 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通常会卡在声调 就是会念得很奇怪 基本上我觉得你声调是非常好 你就是 如果说你把那个画面关掉的话 我可能还猜不到说 天哪 你竟然就是没有华人的脸 所以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秘诀吗 你还记得你在克服声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当初是怎么学习的 好的 其实我也跟他们一样 上教对我来说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 怎么取决呢 其实我参加了很多比赛 所以每次有很多的辅导 还有辅导老师都是中俄人 他们会在乎那个你的声调 你的发音什么的 还有你可以每天都要听 比如听一首诗 听一首歌什么的 还有看很多电视剧 电视电影 还有你当然就要读书 对 还有录音给你自己录音 给你自己改正 哦了解 所以你是透过非常非常多的 像是看剧啊 看电视剧看电影啊 然后呢又参加了很多比赛 是不是像是演讲比赛 说故事比赛等等的 我参加了就是 汉女乔比赛 哦对 还有诗歌冷诵比赛 还有小饼比赛 对 还有书分比赛 我准备了很多 就是为了提高我的水平 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做 对 天哪你这是超认真的 所以你可以大概跟我说一下 你每个礼拜花在学习 汉语的时间花了多久吗 可能是 18个小时了吧 一个星期18个小时 包括你在学校的时间吗 不包括 不包括 18个小时除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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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所以你每一天大概都会花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嗯 在学习中文 天哪你真的太认真了 我学生每个礼拜他们有花到一个小时 我就觉得 太巧了 我学生每个小时 就是 所以真的在教学的路上会觉得推得很慢很辛苦 嗯 很少可以遇到像你这样 每个礼拜学习了18个小时 就是有比我更多 有人比你更多 所以你在班上的成绩算是前面的吗 嗯 我排第三名 哦 这些路上有什么难点 我刚刚讲的是声调嘛 那你觉得你 嗯 我觉得 写汉字没有错 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大难的 但是记汉字有点难 因为写你是可以照着写是不是 嗯 所以你觉得没有太困难 嗯 但是要去记得这么多不一样的字 这是让人蛮讨厌的 嗯 你知道其实我到现在 可能我在看报纸 或者看小说 我有一些字还是不认的吗 对 对 所以你不用觉得太作折 因为 好的 对 中文就是这么难 连我们母语人士都会觉得这么难 所以 好关心 对 我想要再追问一个 就是 声调 因为毕竟 我就是 有这么多学生 他们都会在声调上卡住 所以你一开始在学习声调的时候 你会头也跟着动吗 比如说你会一直要 当然 你好 然后就发现你一直在那边 咬啊咬去 然后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眉毛会跟着动 他就会一直接血 然后会往下 然后只要是往上的 比如说总统 他就会 就会一直往上 然后他就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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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我的眉毛遮住 他就很想要戴帽子 所以你也经历过那个时期吗 我我的手 你好 对 所以你也是会一直跟着动的 比如说大家好 你就会这样手 当然 对 所以你是经历过 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 都是跟人家讲中文 都会 很想要 很想要把手拿出来 对不对 然后后来才越来越熟悉 慢慢去记住那个声音 然后就比较好了 那你会在声调上 你会需要补助 就是比如说你在念书的时候 你会不会需要 用颜色标注 你比较不熟的发音 比如说你如果 假装你的四声都不好 你是不是每一个四声 你都要把它加上红笔 也是 好 还有什么秘诀吗 学声调的秘诀 好像没有 基本上也是这些方法 那你真的是苦情苦恋的一个学生 好用的学生哦 我的天哪 好 那我想要问的是 我觉得中华文化 它是一个 有很大的背景 有很长的历史 所以有非常多的内容 跟整个文化是很丰富的 那穆斯林也是一样 毕竟是 就是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对然后这世界上也是有 很大一部分的国家 很多很多 整个中东地区 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文化 你觉得这两个文化 以你自己是穆斯林家庭 穆斯林国家 后来又去学一个 这么不一样的中华文化 你觉得这两者文化 有什么让你 欣赏的地方 跟你觉得 可能是比较辛苦 被框架住的地方 它的不一样 跟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 一样的地方吧 觉得我们俩的人民 就是很热情 还有喜欢一起吃饭 喜欢问你今天吃的什么样 对都带食物对不对 然后大家会分享食物 而不是像西餐这样自己一份 家庭呢 你觉得是不是都很重视家庭观念 对然后重大的节日 一定要回家 是的 对如果你不在家里 你可以想象吗 重大的家庭的节日 不在家里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感觉 这不是一个节日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而已 你希望每年的 就是任何像是这样的 家庭的节日 跟聚会 你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度 哇 因为我特别就是珍惜我跟家人的那个时间 为什么 因为很重要吧 很重要 因为他们是培养我的那个人 还有他们是给我时间 给我爱 给我吃猪 什么的 的那个人 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 嗯 了解 我本来还想说你是不是会讲到说 因为可能在没几年就要结婚了 然后你可能就会离开家里 女生啊 女生比较容易想到这些问题 然后是不是以后就越来越少的时间可以陪家人 你会这样想吗 嗯 你会这样想 嗯 真的 你会觉得可能未来不知道哪一年结婚之后 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附家 嗯 就是在丈夫家 还有我不知道如果工作太忙的话 我没有时间跟他 是个贴心的好女孩 好 所以这算是中华文化跟穆斯林文化蛮接近 蛮像的地方 那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呢 嗯 就是中国人就是不喜欢给别人送抽表或者伞 哦 有些禁忌会送表是送中 嗯 表示就是祝你死掉的意思 嗯 对 或者是送伞 是我们的感情会散掉 这也是谐音的一些禁忌 一些文化的禁忌 对 我们可以 就是什么都可以送 好 什么都可以送 所以你在送礼上没有禁忌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头巾 啊 头巾 当然 哈哈哈哈 对为什么 为什么穆斯林要戴头巾 因为我们不能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展示给别人看 嗯 要保护他 为什么要保护他不能给别人看 这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 保护头发 就是让我们感觉很安静 就是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 如果有一个坏人 看到你 对 还有 他 他会说啊 你的头发很好 我想 把你的头发 就是 拿走吗 是的 抓走剪掉 嗯 我头发这么长 还没有 还没有过这种想法 哎 哈哈 哎呦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 埃及也很多人 不是穆斯林 也没有到很多人 因为我记得你们上次跟我聊到 埃及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是穆斯林 嗯 每一个穆斯林都会把 都会带头巾吗 女生 不会 不会 嗯 如果不想就不想 如果不想也可以不带头巾 嗯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你所讲到的那些原因 是有办法说服你 让你相信 嗯 应该把头发包起来 才能够保护你的身体 嗯 不会让坏人 对你有我们叫做 非分之想 不会对你想太多 嗯 这样 还有 嗯 只有我的家人和丈夫 会看到我的头发 还有 我的 女生的一些朋友 可以看到 所以 要就是 要保存你的自己 为了你的丈夫 保存头发的真结 我们会说真结 然后 真结通常是指 呃 不会是头发啦 通常真结是指 就是性行为 嗯 对你要把你的 真结 就是把你的 呃 第一次 给你的丈夫 是 你可以说那个是真结 是 对 但是头发我真的没有想过 嗯 因为中国五千年来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哪一个朝代 要包头巾 有 没有啊 不知道 中国没有啊 像清朝就是绑辫子啊 他们头发长的咧 嗯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 很 为什么 我会想要去了解 为什么 你们想要带头巾 因为我毕竟不用嘛 我从小到大都不用 哈哈哈哈 对 然后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 Culture Shark 蛮大的文化冲击 嗯 然后会让我去思考说 为什么 是 对啊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对 嗯 所以你觉得是为了保护自己 嗯 好 好 然后 那你有想过不要包头巾吗 想过都是想过 但是我没有做 因为我相信 如果 我们的 就是 安娜跟我们说要这样 嗯 所以 肯定 这样给我们好 为我们好 嗯 所以 我很相信 如果我听到 他说的话 我可以去 就是 私后可以去健康 所以 我很想去健康 所以 了解 嗯 这样 对 所以你会觉得 带头巾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一个缺点吗 或是你会觉得你是被 限制住 被 被限制住 在一个规则里面吗 嗯 不会 那是因为是我选择的 嗯 如果我不想带 就可以不带 对 而是因为我这样更舒服 这样更开心 对 这样就是 不会感觉到那是一个框架 对 所以觉得 OK 我了解 这是 对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哪一种 是的 不管是宗教信仰 或者是他们所给你的规定 嗯 对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不会是一个太太麻烦的问题 那你觉得 有哪一些事情是你觉得 算是缺点的吗 缺点 好像没有 嗯 没有缺点 嗯 你觉得都很好 是的 好 我想 我要想一下中华文化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缺点 好的 中华文化 嗯 有一个缺点是 我们很在乎孝顺 孝顺的出发点 它当然是很好的 就是你要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因为父母的栽培 父母的爱 然后把我们养大成人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 也可以在之后自己成 独立之后可以回敬父母 嗯 但是呢 因为这个顺 就是等于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 都会有足够的智慧 或者是正确的方向 给你正确的方向或是未来 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长大之后 其实不管是不同世代之间的观念也好 或者是说 嗯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并不总是爸爸妈妈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执意的去相信说 哦 一定要孝顺 然后就算爸爸妈妈不合理 你也要听他的话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是笨了 就这样就是一种 很笨的固执 对 所以我会说 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 孝顺 你也可以说孝顺的致命伤 嗯 对 或者另外一个讲法 有的人会说 为什么西方世界他们发展的时间这么短 中国发展文化时间这么长 但是谁比较有创意 是西方世界比较有创意 大部分 以很多事情来说 或者是说很多大企业来说 那这也是因为 我会觉得某个程度上也是因为 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在选择科系的时候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希望我们先做什么事情 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好 嗯 那我们的文化里面叫我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要我们孝顺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去选择 可是这样的结果是 你没有去做那个你自己内心最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就会失去了创造力 哈哈 所以我会说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缺点 并不是说少春之间的事情不好 只是说他如果衍生下去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缺点 对 那你觉得穆斯林文化有什么类似这样子的缺点吗 真的有 就是你说的类似点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爸爸妈妈是会是 哥哥吧 哥哥 哥哥也会就是给我们说 你不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这些 然后可以就是变成一个 超级大的一个吵架 哦 这样 所以你们家族里面哥哥讲话的地位跟声量也是很大的 嗯 但你觉得比起来你更比较不想听哥哥的话 是这样吗 是啊 但是 我后来就是回发 发现他做的都对 所以我会 好的 但是我会 就是 对 听 就是听 OK 什么都不会做 哦 了解 听听话就好 OK 就是你会听他的话 但你可能还是会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是的 哦 所以 嗯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你们家族里面会有很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 你知道重男轻女的意思吗 有点 有点 嗯 就是通常 就是通常如果是儿子男生讲话爸爸妈妈比较会听 或是阿公阿妈爷爷奶奶比较会听 但是女生讲的话就算是对的或是比较合理的可能也不一定会被采纳意见 是吗 嗯 应该是 但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这么做 嗯 但是他们会听你听你的话 然后 还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 会听听啦 但不一定会做这样 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是的 但是到时候在大家再说这样子 嗯 如果你说的对 他们可以做 如果你对 没有说服他们 那就不做 就比较难了 嗯 有点 对 我刚好前阵子教学生交到一篇文章 那他在讲韩国在82年出生的那个年代的女生 在韩国还是非常的 就是重男轻女观念很严重 那部电影叫做82年生的金志英 那金志英他小时候的时候 他是连奶粉都不能吃的 因为奶粉是给弟弟吃的 那如果他偷吃 他就是很爱奶粉 他喜欢吃一团奶粉 然后直接放在嘴巴里面 对 但是就是他如果偷吃还是什么 绝对会被奶奶 就是会被打手 然后就会说 你这个小孩子又在偷吃这样 对 然后他们就 不会 就是 他们 他跟他姐姐也知道说 反正这就是 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就是女生嘛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这是他们长大的一个环境和过程 对 这是 算是小说里面的一段文章 对 然后刚好跟学生有上到这一段 你觉得在你们的国家里面 现在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吗 现在不会有这样 但是 以前 嗯 肯定会这样 嗯 大概在爸爸妈妈那一代吗 还是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奶一代 然后现在是 都还算是男女是平等的 是的 那你觉得哪里 哪一些事情对你来说 你觉得是不平等的 可能 嗯 到一个 很晚的时间 在外面 对 这个我们 不应该做 这个女人不应该做 但是男生可以到 可以 什么时候都可以在 就是 家外 对 出去玩 所以你们家 你们有门禁时间吗 有 所以你 比如说那你也有兄弟 你有哥哥或是弟弟吗 有 所以 他们回家的时间 门禁时间跟你是一样的吗 嗯 不太一样 你是几点 十点 你是晚上十点 嗯 他们呢 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都可以 凌晨两点也可以 真的假的 好哦 这是有一点不公平 但他们应该会觉得 就是就为了你的安全 嗯 招香 嗯 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在就是穆斯林 在一天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有什么 一定要做的规则吗 或者是说 像我们 我们 台湾的宗教是 要拜拜 你知道拜拜吗 对 拜拜就是要去 庙里面 或是家里面的祖先 我们要拜拜 嗯 那台湾通常 如果比较有在拜的人 可能是初一十五 一个月两次要拜拜 然后你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食物 去拜这样 那 呃 或者是说什么呢 台湾的宗教比较没有限制一些 一些 生活上 如果穿着打扮 这个是还好 但是会 当然现在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不可以穿得太暴露 台湾暴露就是漏很多 漏很多衣服 比如说穿无袖的啊 嗯 台湾现在这样 这样还好啦 这样无袖是没关系 台湾比较 比较 我妈妈那一代 他们会比较在意的是 不可以穿太低胸的衣服 对 但我们短裤是OK的 对 所以台湾女生很喜欢穿 很短很短的短裤 会短到快要看到 比较 那你可以说说穆斯林吗 你们呢 在生活上有什么规矩 我们每天都要 就是五个时间要 对 做祷告 是的 对 对我来到这边以后 就是三不五十 就听到一个很大很大的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谁带麦克风美观啊 没有啊 开玩笑的 对 然后才知道 哇 一天当中有五次的祷告 是的 所以都是 他们那个祷告是附近的 清真寺会放 会广播 是不是 嗯 然后 教他们 对对对 就是跟他们说 现在是祷告的时间 哦 因为来 对 都还蛮长的 还是五十分钟有吗 还是五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或者两分钟 祷告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 祷告 嗯 也是 祷告时间其实只有一两分钟 但是他会放那个一两分钟 来提醒你 嗯 对 那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 就是读一些古兰经 哦 所以你都背起来了吗 嗯 背起来 你整个古兰经都背起来了 不会吧 我不知道 一小小的部分 一些部分 背起来了 然后你可能在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念某一段 是的 嗯 了解 你觉得古兰经对你来说 帮助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读他的那个时候会感到特别的舒服 还有有一些话 好像是跟我就是专门围了我而写的这些东西 嗯 有什么例子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段话吗 哇 这个好难 会不会有什么刚好是你某一个时段还是你突然那一阵子很烦恼一件事情 然后是不是你就念到了古兰经的一段话 然后你就有一种瞬间明白了或者是释怀了了然了 有一个 嗯 每一个坏的东西都有一个好的东西 每一个好的东西有一个坏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坏东西 你不要伤心 你要等一等 就是坏东西结束之后 当然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你不要 不要伤心 好有则学哦 像说每一件事情他都有 他都给你的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 是的 那你可能在这个经历里面你先经历到不好的 嗯 可是未来还可能会是你的礼物 嗯 我同意 我百分之百同意 嗯 我的初恋 初恋就是第一段感情 对第一段恋爱情 爱情的都很都很了解 爱情的字都很了解 当然 对我的初恋对我来说 一开始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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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是一个很toxic的 嗯 非常有毒的恋情 可以这样翻译吗 那个男生很爱说谎 嗯 他一直都在说谎 我的全 然后我是一个很相信人的人 我不太喜欢说谎 嗯 所以我就一直相信他 嗯 你很爱他 你会相信他 你会你会觉得他会改什么什么的 后来都没有 从来没有 我的天哪 然后在分手过后 你也很难放下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 我在学习要怎么样去走出这段感情 嗯 对 然后很多书都会说你要去感谢他 真的吗 对 就是你要放下一段感情 你必须要达到感谢他的境界 你才能够真的放下他 明白 但是 我一点都不感谢你说 我是要感谢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完全不明白 但是确实是再给他一点时间 虽然说那个时间可能很长 但是我现在是还蛮感谢那段感情的 哇 那这说明你这样忘记了他 就是我已经可以释怀了啦 可以把他慢慢的 对 就是笑着在讲这些事情了 对 所以我我很认同刚刚讲的这段话 对 每一件事情里面他确实都有一个礼物 嗯 但是你可能是先吃到那个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个不好的部分 他可能是很臭的啤酒吗 还是坏掉的咖啡 很苦 嗯 很难喝 很难下咽 对 但是后来可能都会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是的 很美的一段话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那刚刚提到就是一天的 生活就这样吗 有什么规则吗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禁忌不能做的事情吗 不能就是喝酒 不能喝酒 不能吃肉 不能吃肉 吃猪肉 嗯 猪的任何东西都不能 对 为什么啊 我想要问 为什么不能吃猪肉 因为猪肉有一些对我们的生气 不是太好的一些 嗯 就是 那个他里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 嗯 就你们认为猪是不干净的 是不是 嗯 应该是 好 所以不能吃猪肉 然后 还有吗 这个 不能刺青 刺青 是的 不能刺青 嗯 可以抽烟吗 不可以 不可以抽烟 嗯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不能刺青 还有不能露头发 可是只有女生嘛 男生可以 嗯 男生有不能露的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 好 因为我没有看过一个 很长头发的一个男生 所以不知道 这我就不知道 哎 但我有认识一个穆斯林 他 他是男生 他头发 没有到很长 但是 可以绑一小撮 可以 这个可以 对 这个还可以 嗯 然后上次 跟朋友有聊到 他们说 不能穿 不能露肚子吧 嗯 男生不能露肚子 嗯 就是 上次是说哪一步 哎 哈哈 肚子到膝盖 是的 肚子到膝盖 这段不能露 嗯 好 所以他们也不能穿 那种热裤 太短的裤子 对 好 那你们游泳的时候 怎么办 嗯 可以穿一个 就是 长到膝盖的裤子 嗯 那女生呢 女生 全身都要盖 全身都要盖住 是的 所以有点像 瑜伽 全身长袖的瑜伽服 有点像那个 嗯 那个叫瑜伽裤 嗯 对 然后长袖的那个潜水装 有点像潜水衣 是的 对 有点像潜水衣 嗯 然后头发 也是要包住 Yes OK 就是游泳的时候 也是要全身包住 嗯 那在感情的部分呢 我之前有访问一个 在埃及 住了两年的女生 然后她是跟我说 埃及人 这样这样讲起来 可能是穆斯林 就是 呃 在 当男女朋友的时候 就要订婚 嗯 对吗 对 订婚也就是说 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 就一定要先 见过双方父母 就是你一定 呃 就是 谈恋爱中的男朋友 跟女朋友 一定都要先 透过双方家长 先同意 然后你可以跟我 女朋友交往 然后你可以跟我 呃 不是 不是跟我女朋友交往 你可以跟我女儿交往 然后 你可以跟我儿子交往 这样 然后双方家长都同意 才可以开始 约会 是吗 没错 那在这之前 你们可以干嘛 呃 傻都不干 傻都不干 但你们可能会先 比如说 告白吗 嗯 会先告白吗 嗯 对 写信告白 写信或者 唱歌告白 嗯 这样 就是会先了解到 双方都是喜欢 彼此的 嗯 对 就是这个 然后后来 你们可以牵手吗 不可以 不可以牵手 牵手以外 可以说 你们 那 但你们可能会 花很多时间 一起聊天 嗯 一起出去玩 嗯 一起吃饭 可以 一起唱卡拉OK 可以 可以 好 就是不能碰到 彼此这样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 就是靠在一起 肩膀跟肩膀靠在一起 也不行 嗯 好哦 好 好多规定哦 然后呢 如果你们想要在 就是 想要 多碰一点对方 天哪 你喜欢一个人 一定会很想靠近他 所以要赶快告诉 爸爸妈妈是吗 好 要赶紧 就是 嫁给他 要赶紧嫁给他 这么这么着急 好 所以要 告诉爸爸妈妈 然后 等于你们就订婚了 他就变成未婚服 或未婚妻了 是的 然后 那到结婚之前呢 那你们都会想 你们大概都几岁结婚啊 可能 嗯 从25到27吧 25岁到27岁 那也不会算太早啊 我本来以为可能20到23之类的 如果你像 这样就可以 也可以 所以 你们 大部分的人 一辈子交过几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啊 如果男生的话 他们会 就是交很多女朋友 很多女朋友 是的 所以他们要一直告诉爸爸妈妈 哎 我要跟这个人交往 然后 他不会 嗯 就是 如果他 看到就是 他想要 去他的那个人 对 就告诉家人 如果想就是 玩玩而已 就不会告诉家人 是的 可是 刚刚不是说 还没有 还没有告诉家人以前 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做吗 当然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渣男 那时候 OK 所以他如果是渣男 他就会先做 但是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是的 但如果女生很喜欢这个男生 一定也会答应吧 就是会默默的 因为 我如果是 因为我也想牵他的手啊 然后他只是还没讲 还是说你又要坚持 你一定要先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是吗 就这样 OK 要坚持 要认真的 对 对 要不然他就会被定义为渣男 这样子 那 那有渣女吗 当然 也有 嗯 所以一样的概念 就是他们可能会先约会 还是什么 但是都还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这样 OK 所以刚刚说 大概会交几个女朋友 男朋友 女生 一辈子 一辈子 对 大概 嗯 三个吧 三个左右 嗯 那感觉也还蛮合理的 嗯 对 好 那在交往 开始决定要交往之后 到结婚之前 这段 这段过程会有 会有什么 条件吗 条件比如什么 比如说 就是 嗯 那真的感觉跳好快 因为你们就订婚了 我们通常是 双方稳定之后才会 哦对 但这个也是 就是台湾可能文化 台湾文化可能会是 双方经济条件 就是工作稳定啊 有一点钱啊 有存款啊 才会考虑 嗯 未来是不是要结婚 对 那你们呢 我们 你们等于要先订婚才能开始谈恋爱 谈了恋爱之后觉得他可以结婚 然后应该也要条件有到对不对 嗯 然后才能结婚 有车 要穿 有房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嗯 稳定工作 真的那个性格好 人好就可以 人好就可以 没钱没房 有稳定工作 可以吗 有点难 有点难 但是可以的 但是可以 有些家人会接受这个东西的 哦 所以也是看家人 嗯 OK了解 好那跟中华文化确实是蛮像的 尤其是中国那边 我知道中国对这个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的要求是很强的 对 是 我觉得台湾还好 台湾 嗯 应该比较重视人 对 就是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啊 嗯 等等的这些 那 所以你 你觉得你在挑对象的时候 你会在意条件比较多 还是 还是感觉比较多 真的感觉比较多 感觉比较多 对我来说感觉比较多 就是人 更重要 那如果后来发现条件不成怎么办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会告诉我的家人 你们放心吧 我们就是以后会慢慢的有钱 慢慢的有房子 慢慢的有钱 那这真的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跟家人沟通 嗯 好 我有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在 嗯 如果以 都是 好男好女的标准之下 你们对双方彼此有意思 然后告诉父母 然后 订婚 然后开始谈恋爱的 这段期间你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聊天 可以一起出去玩 嗯 可以 这不是跟刚刚一样吗 对 可以牵手了吗 可以牵手了吗 订婚以后 双方父母见过也同意了 等于就是正式开始交往了 可以牵手了吗 可以牵手也不行吗 还是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他们就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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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就可以那么 真的假的 小小的 牵手也不行 是的 我还想要再往下问的 怎么能问到这里就没了 我以为牵手可以了耶 未婚夫未婚妻双方父母见过 真的假的 如果跟就是 宗教就是 如果从宗教来看 那就不可以 如果现代化来看 那就可以 你身边的同学呢 你身边一定有家人朋友 他们呢 他们有些人牵手 有些人不牵手 如果太太尊 就是太有尊 宗教的那个人 那就不牵 OK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 最 最不乖的例子 牵手 牵了 那可以拥抱吗 也不可以 你身边有没有 有没有人打破这个规定 有 有 那亲 亲嘴呢 有 也不行 那亲脸呢 都不行 我的天哪 所以刚 等一下 刚刚讲到那堆渣男渣女 他们有做这些事情吗 有 他们会做这些事情 他们可能都做了吗 嗯 就接 拥抱啊 接吻啊 上床 因为他们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 所以 所以上床也可以吗 对 对他们来说 嘴沾啊 很沾 对 对 有些人是可以的 有些人是可以的 嗯 好哦 吸了好大一口气 好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这样很困难吗 这些规定 不太困难 不太困难 嗯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就马上结婚了啊 嗯 如果有家里有钱的话 反正我喜欢这个女生 我喜欢这个男生 那我们就结婚吧 嗯 不然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是的 天啊 你不觉得结婚比较困难吗 但是你们确实先把结婚这件事情拉进来 就是 对我来说 婚姻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长久未来认真的事情 但是 但是好像这样子 因为你太想要碰到对方 然后你就赶快结婚 我会觉得 这很怪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会考他们俩是真正的爱彼此 还是不是 不是真正的爱他 哦 所以你可以为我挡那么久 哦 可以了解 嗯 那通常会交往多久 就是结婚之前 会会交往吧 一年或者两年 对 一两年 嗯 了解 最多是五年吧 最多是五年 然后就是考验这段 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 而不是只是想要得到我的身体 嗯 了解 好 好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哦 我其实之前有跟我一个欧洲的朋友聊过 他他小我几岁 我们并没有差他 我们没有差太多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的文化 中华文化或者是说我的家庭也有给我一个观念是说 女生不要太快跟男生上床 嗯 要不然 你就是太快把自己给出去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得到珍惜 嗯 可是我在跟那个欧洲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为什么是给 因为我们自己女生 我们也有想要做爱的欲望 我们也有需求 我们也想要被满足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给 这并不是一个上对下我给你东西 这是一个互相取悦对方的过程的事情 所以他不会用这样的想法去想 什么时候要跟这个男人上床 对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努力付出的事情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我向一个礼物把我自己贡献给你 因为你并不是高在上 我们应该是平等的位置 你可以让我开心 我也可以让你开心 你有这个需要 我也有这个需要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整个 打破我原本的想法 对 我就觉得对 我好像真的以前会这样子去想 但是我觉得那是 这真的是完全两件事情 然后我就突然用了完全另外一个思维 在看待感情交往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 这是我在旅行之后的思维上的改变 对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你有什么想法吗 觉得 这是等更好 对 我同意一段感情 因为现在太多dating app 所以我同意一段感情 他如果真的要有 你要你要有稳定的基础 对 然后你 你如果在发生关系之前 先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彼此 我同意这个会是感情基础的加深 但是 我自己后来是觉得 人生路上这么长 你会遇到这么多的人事物 然后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 这样子去套用那个 那个公式 对 然后我也经历过一些人是真的 应该说我也有一些经验是 真的就是像是暴风雨式的爱情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停下来 嗯 我知道这讲才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是 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种难 就是并不是那么容易都能够遇到那种人 就突然让你非常非常有感觉 然后你们就可以突然 天雷沟通地魂 然后发生关系这样 这种事情有发生过 但是呢 一样在发生完之后 其实你们 如果你要把这段关系 变成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 他还是要经历 这个 刚刚前面所讲的 双方感情基础的累积 然后不管你们是聊天啊 唱歌还是什么都好 而不是只有在肉体上的你好我好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者都要兼顾的事情 嗯 对 是这样 好 那我们之前在跟一群朋友有聊天聊到 就是如果说你可以选择三件禁忌 是你不能做 身为穆斯林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你想要做的 有吗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想做哪三件事情啊 然后为什么 其实 这些事情如果我想做 我可以做 嗯 但是因为我 就是我本人不想做 所有我 我选择不做 对 所以我觉得 没有太大的那个事情吗 真的 真的 所以其实是你都可以去做 并没有说很严重到说你 完全被 被限制住 被规定住不能做 嗯 而是你自己出于内心 不想要去做 嗯 我很想就是做那个刺肩 对 但是有另一个方式可以 可以做 嗯 就是暂时的 对 而不是长时间的 嗯 我可以做 所以 我可以了 对 嗯 就刺青 就刺青吗 三件 可以一个吗 可以一个 好 所以刺青你可以做 但是像贴纸那一种吗 贴纸 还有一个叫 Hannah 不知道你看过 还是没有看过 Hannah 是的 不确定 可以 好像用画的对不对 是的 OK了解了解 我会画画 所以我给自己 这很棒 对 谢谢 对 所以就可以满足到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嗯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再连接到一点 我们刚刚讲到 学习中文的部分 就是因为 贾斯敏游牧生活 我们的节目宗旨 就是跳脱原本的生活思维 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 那你觉得在学习中文之后 有没有什么让你 就是人生思维的改变 跟跳脱呢 其实有很多 我以前 不是那么尊重时间的人 哦真的 但是现在 我遇见了很多中国人 对 从他们的身上 学到了 怎么 对 尊重时间 对 一分都不要 知道 对 还有我以前 不是那么喜欢红色的 啊 嗯 其实我以前是讨厌红色的 但是现在 我真的很喜欢红色的 是的 我是想 嗯 这是你吗 嗯 还有 我以前是不会做饭的 但是学习中文之后 我因为特别是爱中国菜 嗯 才学到怎么做中国菜 哇 你会做什么中国菜 炒面 还有 煎酥鸡炖 炒面跟咸酥鸡炖 嗯 咸酥鸡炖是什么 糖酥 糖酥 糖醋 糖醋鸡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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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糖醋鸡 嗯 哇 还有饺子 那你会做埃及菜吗 我会 你只会做中国菜 不会做埃及菜 我记得到你真的很爱中国 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太有趣了 好 非常谢谢你在我们节目上 跟我们分享的一些 慕斯引文化 还有学中文的支撑 谢谢 这是我的荣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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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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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trading